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美航班数量增加一倍之后 美国和中国的航空公司 渴望恢复两国之间更多的直飞航班 他们提议今年冬天 每周有63趟航班 美国运输部截至9月22号提交的文件审查显示 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 已经提议从1月起 每周运营31趟航班 国航、东航、南航、海南航空 已拟定从10月29号起 每周直飞32个航班 正式开启冬季航线季 美国交通部8月11号表示 从10月29号起 每个国家的航空公司 每周飞行24趟航班 总共48趟 而且到目前为止 没有迹象表明是否会进一步取消这一上线 也没有迹象表明监管机构 是否会要求航空公司 推迟他们提议的时间表 消息是称 美国主要航空公司 相信交通部将在今年冬天提高上线 以满足所有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刻表要求 根据Serumdale的航班时刻表 在疫情爆发之前 美国和中国之间 每周有超过350个航班 拟役的每周63趟航班 仅占4年前运营航班的18% 自疫情爆发初期以来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直达航班就受到限制 当时中国根据零新冠政策 削减了飞往中国的大部分国际航班 美国也紧随其后 限制中国航空公司进入其本国机场 这些政策一直持续到今年早些时候 中美航班数量 何时会超过目前每周48班的上限 或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 目前尚不清楚 然而许多人确实预计 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将继续放松限制 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联储会最新的家庭财务研究显示 除了最富有的20%的人口以外 其余人已经耗尽了多余的储蓄 手头现金比疫情爆发时还要少 对于80%的家庭来说 经过通胀调整之后 今年6月的银行存款和其他流动资产 低于2020年3月的数字 联储会的调查显示 所有收入群体的实际余额均较2021年的 峰值有所下降 但在最富有的20%的家庭当中 现金储蓄仍比新冠疫情爆发时的水平高出 约8%相比之下同期最贫困的40%人群储蓄 下降了8% 而占人口40%的中产家庭现金储蓄 在上个季度下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这些数据表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能会减弱 而消费者的韧性使今年的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 并避免了许多人预期的经济衰退 一些分析师警告称 由于家庭闲置现金不足 经济衰退仍有可能发生 政府在疫情期间的大规模财政支持 以及居家条件下的强制储蓄 帮助民众积累了额外的现金储备 他们的消费能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复苏 尽管现在可能已经失去了动力 如果你的手机下周三突然警报大作 不用警慌 这可能只是一个测试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和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表示他们将于10月4号周三对综合公共警报和预警系统进行测试 美国所有主要无线运营商都参与紧急警报系统 并会将全国测试信号传送给他们的客户 FEMA和FCC表示 如果你的手机在一个活跃的手机信号塔的覆盖范围内 你应该会接受到测试警报 FEMA称测试将于美东时间10月4号下午2点20分左右进行 如果当日天气普遍恶劣 测试将推迟一周 这样就不会造成混淆 被选测试日期为10月11号 据介绍除了警铃和震动之外 手机上还会出现一条信息 上面写着 这是对国家无线警报系统的一次测试 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 电视和广播系统也将对紧急警报系统进行测试 这将是该系统投入使用以来的第七次测试 而对手机而言 这是第二次全国测试 北美餐馆老板们好消息 时刻通专业带接餐馆外卖电话 帮您解决招人难题 省钱又省心 中秋限时特会最高详五折 详询888-206-3982 来关注一则警讯 维吉尼亚州警方称 刚刚过去的周日 一名华裔男子携带上堂枪支和刀具 在一所教堂附近被捕 此前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威胁 触发了多州调查 威廉王子俊警察局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 来自阿灵顿附近Forse Church的35岁男子蒋瑞被控以威胁恐吓民众的重罪和携带危险武器进入宗教场所的清碎 警方称在街道警告称可能存在暴力威胁之后 警员们于上午10点刚过 赶到了位于黑马克的公园古教堂 此地距离Forse Church西南约40英里 这一警告最初来自外州 马里兰州警方收到劳雷尔一名居民的报告 称其发现了嫌疑人在instagram上发布了可疑和令人担忧的帖子 目前还不清楚这名马里兰州居民是如何看到这些帖子的 也不清楚此人是否认识嫌疑人 警方介绍这些帖子当中包括一张照片 其中蒋用枪指着一系列教堂的照片 公园古教堂就在其中 据报道警方很快找到了蒋瑞在Forse Church的一个可能性住址 促使他们前往搜查 但并未发现蒋的下落 随着调查的继续 威廉王子俊警方注意到了蒋在公园古教堂的活动 并派出警员前往 警方称一名下班的便衣警察和教堂工作人员找到了嫌疑人 并在教堂入口附近将他拘留 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调查前是蒋在被拘留前一直在教堂内 当时教堂正在举行礼拜活动 他被发现时身上携带了一把上堂的手枪 额外的弹夹 一把折叠刀和一把信用卡式折叠刀 警方补充说蒋瑞有隐蔽持枪证 手中枪支系合法购得 在获得紧急重大风险令和搜查令之后 警方还在与蒋有关的住所查获了文件和电子物品 蒋瑞于周一出庭聆讯 并被指派一名公社辩护人 他被法官下令继续扣押 不得保释 网上法庭记录显示 蒋的下一次听证会将于10月11号举行 目前此案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视线聚焦美东 由于不断涌入的寻求庇护者 纽约市长亚当斯上周进一步收紧了庇护规定 将成年移民在市府运营设施当中停留的时间 限制在30天以内 以帮助缓解庇护系统的压力 周二纽约市将再次出庭 为此举辩护 该政策立即遭到了移民和游民权益倡导者的批评 他们称这样的改变会导致更多人露宿街头 亚当斯则表示自庇护权法律生效以来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誓言要为移民提供强化的个案工作服务 帮助新移民在到达30天的限制之后 在庇护系统外生存 亚当斯希望此举能够缓解纽约市已经陷入困境的庇护系统的压力 并可能阻止更多移民前来 纽约市仍在努力为其收容的数万名寻求庇护者寻找住所 本周早些时候 纽约州长霍楚宣布将部署15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来帮助缓解移民危机 纽约官员称部署国民警卫队人员 以及为帮助寻求庇护者获得适当的工作身份而投入的资金 不仅将帮助他们实现美国梦 还将帮助企业找到工人 市府表示 目前市府运营的庇护所已经收容了超过6万一名 其中约四分之一来自委内瑞拉 自去年春天以来 已经有超过11.6万一名从美墨边境抵达纽约 今年7月 亚当斯对庇护所设置了60天的限制 批评人士说此举违反了法庭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要求纽约市向任何提出要求的人提供庇护所 长期以来 支持者们一直在推动纽约市为移民提供住房券 并为建立更持久和永久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 比如扩大纽约市经济试用房的存量 但市长办公室称住房和其他服务可能在三年内耗资120亿元 这迫使亚当斯寻求大幅削减预算 或将妨碍纽约充分提供市府能力的服务 根据亚当斯上周五宣布的计划 已经收到暂停庇护通知 但无法找到其他住所的移民将被允许再获得30天的庇护日 纽约市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已经向1.3万名成年外来移民发出了暂停庇护通知 上周六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外至少发生了接连四起袭击案件 有四名受害者遭遇到无端袭击均有不同程度的外伤 好在没有构成重伤 来看本台驻波士顿记者李周发挥的报道 伯克利音乐学院位于波士顿市中心一带 人流量较大 治安一向良好 然而在上周六 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外至少接连发生了四起袭击案件 有四名受害者遭到无端袭击 均有不同程度的外伤 好在没有构成重伤 在这四名受害者中其中有一人是学生 袭击发生的时间在下午五点到五点四十五分之间 地点全部都发生在一英里半径内的三个不同的地点 分别是在校外的快餐店 寿司店和便利店门口 且每个案发地点仅相隔一个街区 案发后 伯克利音乐学院校警也表示 已加强了周边地区的巡逻 并继续致力于促进校园的安全 周一伯克利音乐学院校警表示 在袭击案发生后 他们接到了几个学生的电话 说在学校附近看到了嫌疑人 随后警方找到了嫌疑人的位置 并确定了他的身份 根据麻州的法律 证明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逮捕 但他将被传唤到地方法院 目前干案仍在调查中 伯克利音乐学院是全球知名的 现代音乐高等院校 根据College Factor网站的数据 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国际学生 超过25% 同时亚裔学生约占5%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地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 再不见不散咯 欲威声行 美国花旗生 中国自由行 美国下单 中国收获 花旗生中美碌碌通服务 八年信心满意保证 中港美专卖店提供专业服务 接受官网下单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